感谢这个会议组织者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一次活动 把我们的这个项目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我是来自于西川马那热带职务员 这个地方呢 这个处在中国的最西南角上 跟这个老欧敏定 这个国家像吉阮 是一个热带的地方 同时是一个很乡村的一个地区 那么在这个地区呢 咱们中国科学院在那里 进了一个热带植物园 那么这个植物园经营于1959年 当年由这个中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 蔡熙涛教授所领先这个创进的 那么这个通过50年的发展 就成为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植物园 也是最大的植物园 那么它同时是一个营救性的植物园 所以它从事热带植物学 森林生态学和这个物种的收集保存 等方面的营救 同时的它这个向公众开放 这个拥有这个900公顷的土地 收集的有一万二千种的物种 那么每年有50万以上的这个游客 来这个访问这样的一个植物园 也因此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那么在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 一个植物园的一个新的客营中心 那么这个客营中心 应该说是一个全新的中心 这个进入面积 我们计划在两万八千平米 然后对这个植物园的发展历史上 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对这个新中心的建设 有一些朦朦朦朦的一些认识 比如说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建筑物 应该是把当地的这样一个 歹洲文化 跟我们的现在建筑 设行一个完美的激活 这个建筑能够很好的 能够适应那里的潮湿 和热的这样一种气候环境 那么这个建筑应该是 这个更好的 能够适应它的这种功能 那么我们对这个建筑的 各种各样的功能 我们有明确的需求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 这样一个C字的理念呢 那么我们有幸请到我们 法国的Allen Hans这个C字师 来帮助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完成了 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接下来就请他来做一个介绍 你把那个话筒靠近嘴巴一点 在这个项目中呢 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绿色建筑 针对它的环境气候 以及当地的这个文化特征 当地的建筑传统呢 是非常特殊的 它们有非常特殊的结构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就是对于 当地的传统建筑进行了研究 我们有这个四面的这个屋顶 然后呢 有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柱子等等 那么我们第一步很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学习 当地的传统建筑的特色 另外呢 我们还试图把我们在当地找到的所有的这个生态气候方面的这个特点 把它的这些严肃呢 把它结合到我们的研究中去 我们发现当地呢 研究当地的这个建筑呢 是找到了一些这个 比如说方形的这个建筑 当地的一些这个明的柱子 然后呢 还有一些非常深的屋顶 还有对于这些墙面的处理 还有对于这个房屋和花园之间的这个处理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在这个歹族人的传统建筑中 我们找到的和中国传统建筑不一样的特点 那么我们呢 是要把这些元素用起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 而是要使这些元素呢 能够为这个建筑的功能来服务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 每个我们是在一条河的河岸边 就是有一个非常狭长的地面 面积上呢 来进行我们的三个研究室的这个研究 那么我们呢 是非常注重房屋的这个朝向来进行采光 另外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考虑到 自然的是 和我们的这个建筑呢 是完全形成一体的 比如说使用什么样的绿化植物 另外呢 就是使得这个树面 使得这个绿化能够面积的最大化 使得我们的整个这个 房屋呢 能够和自然形成一体 我们的一个挑战 就是要尊重当地的这个热带森林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建筑呢 是在森林内部建设的 而不损坏森林的整体 那么我们的这个设计呢 它既有它既有功能性 同时呢 也考虑到了以下的这个七点 就是这个建筑的这个七方面 比方说这个朝向阳光彩光通风 我们从这个1954年开始呢 就在不断的进行当地的这个天气气候方面的研究 第二点呢 就是要进行最增强这个屋顶和墙壁的这个遮阳的设计 第三点呢 就是要促进通风 使得这个房间内部的通风能够顺畅 第四点呢 就是要使得这个屋顶能够通风 第五点呢 就是使得这个屋顶的这个高度呢 能够和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和谐 第六点呢 就是要使得这个房屋和当地的这个路 当地的其他的建筑呢 形成协调 避免太多的这个阳光直射 第七点呢 就是要促进房屋和当地的这个原始森林之间的和谐 我们这个设计第一点 就是要使得这个房屋内部的这个通风能够非常的顺畅 以减少这个能源的消耗 我们要使得这个窗户开开的时候呢 这个永远就是有对应的这个通风的另外一个口 另外呢 就是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电波扇来促进通风 第三点呢 就是 不只是采用这个自然通风 同时呢 也是采用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电波扇来促进通风 同时呢 减少能源消耗 那么我们这个建筑呢 是在当地的一条河边上 那么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使得整个建筑呢 能够非常的舒适 能够 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呢 是从一开始 就和加入到了我们这个设计中来 比方说有云南科学院的一些专家 他们就是从最初就和我们进行了合作 那么不仅仅是在设计方面 但同时呢 也是在这个工地建设方面 加入到了我们的合作中来 这里呢 有一些例子 比方说这是我们的行政区 那里呢 有这个会议室 有这个图书馆 我们的这个理念 首先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要使得整个西双版纳的这个当地自然的美景 能够被突出出来 那么同时呢 要通过我们的设计来显示出当地民族的这个民俗特色 这就是我们直行进派的一个照片 就是我们新建好的 在整个楼层上都有 就是墙面上有一些遮阳的遮阳板 这个屋顶还没有完全建好 上面还有一些遮阳的设计 整个大楼呢 大家看到 就是它的通风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门和窗呢 都是促进了这个自然的这个风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建筑呢 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那么它呢 是满足了一个建筑的 建筑的功能性 同时呢 还有外观的美观 我们看到这个会议室呢 它是采用周围的这个自然采光 所以呢 这个白天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需要采用这个电力的这个照明 就是大楼是 它可以完全对花园开放 面对花园开放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气温合适的时候 可以完全放到室外 那么 这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花园 我们看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屋顶呢 是进行了很好的这个遮阳的设计 另外呢 对于这个实验室来说呢 是更加复杂的 因为当地呢 因为实验室呢 有一些这个技术层面的因素要考虑 这里呢 是有我们的这个 生物研究 有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生态的研究 的不同的实验室 在这里 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屋顶的这个遮阳的设计 是可以使得所有的这个层面 都得到这个遮阳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 就是这个实验室呢 它很创新 因为通常呢 这个实验室只是一面有窗户 但是这里呢 我们是两面都是开放的 那么通过一个走廊的设计呢 使得它的两面都能够通风 并且呢 就是可以保证这个实验室内部的这个气温的恒温 另外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要把这些实验室完全 嵌入到远当地的原始森林中去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这个 中心的理念 就是要使得自然和我们的这个建筑形成和谐 最后想对我们这个项目 做一个简单的小集 是吧 我们这个项目应该说 它是这个充分的考虑 是个适应这个我们当地的气候 同时呢 它是一个这个 我们法方的实验室 我们中国的实验室 我们科学家 我们遗嘱 是多方的一个深度的这样一个交流讨论 整个进展国家当中 一起这个一起工作的一个成果 那么这样一个进驻呢 也是这个把它 它这样一个就是尽可能地热化这个静作的体量 然后把它深深地栽在一个热带雨林当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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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